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12月16日 周一凌晨 一甲上演本轮倒数第二场赛事的较量 由拉素主场迎战国际米兰 虽然国米实力更胜一筹 但是拉素主场战斗力不俗 国米本轮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另外 A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虽然拉素上招贯联做客两球 完败在马德里体育会脚下 但这场失力对球队影响不大 毕竟他们已经提前一轮出现 并且要做客击败马体育才能争小组手名 难度也太大 无论如何 时隔两个赛季再次参加欧贯联 就能够从小组赛突围而出 对拉素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完美的结果 回到一甲赛场 拉素目前仅取得六胜三和六负的战绩排名中游位置 以他们的阵容班底 应付多线作战确实有点顾此失彼 攻击力的减弱是拉素主帅沙里急需解决的问题 现今球队的军场进球数仅有1.07个 队内的首席射手施鲁恩·莫比尼更是状态大不如前 出战14场一甲 仅为球队攻入4球 但拉素也并非没有亮点可言 那就是不俗的主场战斗力 前七轮联赛主场作战 拉素不但胜率超过五成 而且不败率更是高达86% 尤其是军场仅是0.57球的后防线演出 更是固若金汤近5次一甲主场出击 有4仗保持010球 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8次各项赛事主场作战 拉素豪取七胜一合的不败佳绩 球队的主场演出相当有保障 即使本轮与联赛领头杨国敏过招 拉素也有信心保住主场不失 阵容方面 前锋G1杀击沉 因伤缺阵 国敏经济一甲表现强势 15轮过后 路得12胜2合一部 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 还领先排名第二位的祖云达斯1分 高居积分榜榜首 比排名第三位的AC米兰更是有9分的优势 SN杀击也迎来了执教国敏以来最好的冲冠时机 强调进攻一直是SN杀击的标签 经济也不例外 赛季至今 球队军场能够攻入多达2.47球 比一甲攻击力第二强的罗马 军场多近0 右球 可以说国敏的攻击力在一甲是独一档的存在 拿达路马丁尼斯 马古斯杜林和哈根查汉陆谷 三人合力贡献27个进球和14助攻 东线三叉戟的威力十足 其中 拿达路马丁尼斯更是以14球领跑一甲神射手榜 超出排名次起的奥利维亚基奥特6球之多 作客方面 国米前7次联赛出征 路得6胜一合 得失球比高达16比2 攻防两端演出 堪称完美 但国米金仗也并非赢应 首先 上仗欧贯联球队 在主场被皇家苏斯达破合 从而未能以小组守名出现 这队接下来的淘汰赛必定有所影响 球队上下士气 难免受挫 其次 过去四个赛季走访拉速 国米仅取得一合三负 可见罗马奥林比高球场对国米来说并非福地 本轮辉军近期主场战斗力爆棚的拉速 国米不妨以宝和征胜卫目标更为实际 阵容方面 后卫史提芬迪滑稽和中场单速杜费斯 因伤必战 感谢您的收听 精彩赛事 竟在M直播